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整個反送中運動當中 警察當然經常在示威現場 侮辱那些示威者 侮辱街坊市民做蟑螂 在今晚播出的鏗槍集當中 竟然有一名任職警民關係主任的總督察譚宇熙 他就出來說 叫大家不需要過份解讀蟑螂這兩隻字 他說蟑螂是你認為很差的比喻 但是正面一點 蟑螂很有生命力 這些言論你也說得出 實情你們要將示威者密化成蟑螂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們就不將示威者當成人來看待 將打蟑螂合理化 將你們的行使私刑和過份暴力合理化 打蟑螂嘛 理所當然 竟然你現在就對著港台的記者 走出來死雞撐飯蓋 你說這些說話有什麼作用 你的上司江永祥大警司一走就說了 說示威者說市民說街坊是蟑螂 這些說法就是不理想和不禮貌的 你不需要再出來鬥 有沒有市民是會覺得你所說的東西 是有合理性呢 如果你叫市民正面一點看 警察罵市民是蟑螂 也有換個角度 麻煩你們警察就換個角度 市民稱呼你這班警察是狗 正面一點來看 他們都是想說你們忠誠 忠心 你們的標語都改了 忠誠勇矮 狗就是最好的象徵 市民稱呼警察做食屎狗 正面一點來看 就是害怕你餓 連屎都沒得吃 市民稱呼警察做黑警 正面一點來看 就是讚揚你 哇塞都這麼黑 非常健康 市民喊口號說黑警死全家 死全家正面一點來看 就是振興經濟 殯儀業界非常興旺 市民在街頭 將警察炒蝦拆在小路堡 正面一點來看 這些行為都是具有生命力的 不過在這麽富有生命力的社會當中 你這班警察最終都會成為一個 用完職器 等候制裁 好了 我們又想說一下 連日來講 為什麽 在社會當中發生了多宗 劫案 而且 目前來講 到底是不是有些人 又想逼使民意逆轉 大家記不記得 721的時候 有些傳言就指出 是不是警察故意製造一個無警的事份 令市民聯想到沒有警察是不行的 現在連續幾天就發生了個劫案 昨晚在銅鑼灣廣場 其中一家標行就被人行劫 三名的賊人衝進標行 懷疑用手槍指客的職員 又撬開玻璃櫥槍 略奪了12隻總值60萬元的手錶 今天在油麻地 兩個小時之內出現了兩宗行劫案 首先在早上的10點9 一名男子在油麻地一間銀行提款以後 走到文明里對出 被兩名的賊人持硬物肩頭 劫去了20萬港元 到了中午12時回答四個字 油麻地上海街的地下一間銀行 竟然間有六名戴著白手套的蒙面賊人 持著牛肉刀、鐵鋤 闖進一間銀行 然後撥爛銀行的廚窗玻璃式櫃 略奪了一批的首飾 然後逃去無蹤 我想請問到底你們警察還有沒有走出去行必 有沒有走出去巡邏 到底是不是不務正業 有賊不捉就捉年輕人 周圍對於中學生 對於小學生 在遊樂場上對於那些年輕人 只有幾歲的年輕人 你都去截查他們 是否做這些行為 有賊就捉不到 破不了案 過去一個星期發生了很多單 到底何時才能捉到這些賊人 這些你就不去捉 專門針對青年同胞 根據你這個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的 李桂華大警司在四點鐘的車天車地記者會當中 你說到 對比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同期罪案數據 今年的行劫案上升了兩成八 去年三天一單 今天隔天就有一單 街頭行劫更加上升了四成四 到底這班警察有沒有去巡邏 麻煩你做回你的本業 口說就是忠誠勇毅心系社會 實情就是侵犯人權 不務正業 有記者問到他 到底警察是否平日巡邏不足 令到有大量搶劫案發生 李桂華大警司說 因為需要應付大規模的暴力事件 而且有市民阻撓警員工作 對坊間有些說法就說警員故意讓這些劫案發生 是絕對錯誤的 你就趕快破案 趕快把那些賊人承之於法 拘捕了沒有 那些人不去拘捕 只是捉那些年輕人有鬼用嗎 對嗎 好了 說到你這個四點鐘的車天車地記者會 江永祥大警司的表現 簡直就好像原木上身一樣 馬金來都說謊 第一件事他就說到在元朗的Yohomo 大家看片也知道 有一名防暴警察 走走走的時候 對於迎面而來的一個中年男子 忽然間就飛撲過去撞到他 撞到他去防煙門那裡 差點就跌倒了 本來那個男人 沒有作出任何挑釁的行為 怎料江永祥大警司 說他看完這片段之後 就說 這是雙方互不讓路而引起的碰撞 說一聲 借歪就可以解決 你是不是瘋的 請問 條路那麼闊 那個男人擺明就是靠邊站 靠牆行 都不想招惹你這群瘋狗 擺明就是你這個警察情緒失控 突然看到有個中年男人走過來的時候 你就突然撞到別人家 你應該要去精神科檢查一下 這個警員到底他的精神狀態是否適合執勤才是 就不是在那裡說謊 這些不是雙方互不讓路 是不是 根本上這條路就夠闊 而且大家的走線也是沒有衝突的 又不是迎面地衝過來 你撞什麼 請問這些人是說謊 你一定會接受制裁的 因為你不停在記者會上說這些 很沒必要的謊言 大家市民有片看有眼見的 你說來做什麼 都不知道告訴誰 好了 然後就說過去一段時間 有太多互不相讓的情況出現 才令到有那麼多不理想的事情發生 他就說在平安夜的前夕 呼籲大家多一份禮貌 少一份的挑釁 相信香港這樣才會真正有平安的平安夜 這些人就是在說廢話 永遠就是你那群警察 不停來罵市民是蟑螂 罵市民收皮 叫市民隻抽 這些是誰說的 對不對 或者甚至乎問候市民的老母 大有人在 但你千萬不要忘記 你這群人去執勤你是在出糧 而且是有OT 錢賺 市民走到出街 誰給他錢 他只不過在路過 包括Yohu 魔女頭這個中年的男人 被你無情情撞一下 都是路過的 你是收緊市民的錢 分分鐘他就是納稅給你那個人 他出糧給你的 你這樣撞人 好了 第二件事就說到在大埔那裏 大家都記得 這個警察 竟然間 連續八下 用棍撥向記者的手部 以及他的電話 別人正在採訪直播當中 竟然間他怎麼說呢 江永祥大警司 他說開槍真槍實彈很危險 他說過去的六個多月 他不明白大家在想什麼 有人開完槍就當然要走 為什麼還在 為什麼還有人為官 你就反省一下 第一點 因為警民的互信基礎已經完全失去 大家就要 即使你開槍也好 聽到槍也好 大家都要過去看看 到底你這些警察 是不是真的在殺害市民 大家就害怕這件事 擔心你不知道在做什麼 因為一沒有鏡頭 你這些警察就好像瘋了 為什麼你不反省一下 因為警察自己造成的 而且第二件事 記者是有他專業的水平 就算面對這些開槍的場景 他一定要非常淡定 他怕都不能走 這就是記者的專業 他就要把真相向全世界 向社會 向社區傳遞出去 是不是 包括你在西灣河那件事 真槍實彈來的開槍 如果不是有一個網媒的記者 拍得到的話 這件事就沒有真相出來了 而且在荃灣那裡也是 幸好有那個是大學生的記者 是不是 如果不是人家在荃灣那裡拍到 這個港大那個編委會 人家拍得到這個畫面的話 你就可以砌砌砌砌砌 人家只不過是拿著一支膠管 又說人家拿著一支鐵通 是不是 這些就是真相的重要性 所以那些記者是一定不會走 你也不要想著 一開槍就走 那些是不專業的記者 大家想想一下 1974年 無線電視 就已經是破天荒 二十個小時直播 就是保生銀行的行劫案 這件事已經是三十多年前了 現在這些警察的水準 是竟然倒退到 那些記者在現場採訪的時候 你就叫他們走 還反問人家為什麼不走 人家當然是不走 就是要把真相反映 你那些水平倒退到35年前也不如 是不是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當時人家直播的 就是那些 賊人行劫 現在人家直播的就是 你那些警察發電 你那些警察行私刑 暗用暴力 你就不想被人拍了 是不是 這些就是你們所說的 尊重新聞自由 所以我就覺得 你開這些車天車地記者會 說這些無謂的謊話 有片為證 說你也沒意思 大家對那個片段 就知道你在說流話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